小调皮受哀 前几天小孙女受哀 突然来找我聊天 我问同学会不会吵架欺负你 她说同学都很和谐 学校都有免费水果食物 也有肉食 我问肉很好 你会不会想吃 回说有一点点不想 哈哈 然后跟我分享了一段话 听了有点震惊 有个女儿问爸爸 你养鸡是要做什么 爸爸 我们要吃的 养猪是要做什么 爸爸 我们要吃的 那你为什么养我 虽然听过很多次 但听六岁的小孙女跟我讲 就有点吓到